市面上有一些直接售賣給消費者的DNA檢測產品 可以知道自己的營養、運動需求 甚至還癌的風險 你又有沒有曾經心動想做過呢? 不如首先講講香港的頭號殺手、癌症 和基因之間的關係 癌症一定是和DNA特別有關的 是否遺傳就不一定是遺傳的 因為有很多是我們叫做speratic case 遺傳性的癌症多數是指病人的體內 負責抑制腫瘤的基因特變而造成 而偶化性的癌症就可以由吸煙、曝曬、 腦化等等的環境因素造成 DNA 通常不會有什麼特變 除了我們去發展 DNA 的特變會慢慢多了 到了一個時候就是 如果一個特變是一些很重要的基因 一些很重要的蛋白 而影響了它們的功能的話 就會有可能會導致到癌症 所以為何癌症一般來說 是老人老少少的才會有呢 因為大部分的癌症都是後天的 比較容易出現遺傳性個案的癌症種類 包括乳癌、卵巢癌和次列腺癌 但是在香港 只有5-10%的個案是屬於遺傳 大腸癌就更加少 只有3-5% DNA 檢測產品 多數是參考科學文獻 再通過基因排序 找出相關的基因 但是一般的消費者 就未必會注意到技術上的限制 容易解釋就是外顯子 即是叫做 whole exome sequencing 還有現在有些公司 可能是做whole genome sequencing 那個分別 我們的DNA很長 可能有1-5%的DNA 是跟蛋白質有關的 而做exome sequencing的時候 就是去測1-5%的DNA 那個排序 看看它有沒有出錯 但是如果你做whole genome sequencing 就是做其他90%多 就會多很多資訊去估計 那個蛋白會不會有問題 即使現在的基因排序技術 已經很成熟 但是怎樣去解讀排序的結果 相關的科研 就依然在早期發展的階段 尤其是個人潛能 運動表現 這一類的特徵 會受多種基因和環境的影響 打到比例 比如IQ 可能有100個基因去影響 但是我們現在才知道10個 變成你還有很多未知的東西 未掌握到 變成你不會很確定 去預測到一個人的IQ 衛生署的資料也提到 針對常見的複雜疾病 零售的基因檢測產品 很難預測到疾病的嚴重程度 和發展的速度 需要多些時間 去掌握每個基因和蛋白 在我們身體內的 細胞內的功能 才可以充分去利用 我們做DNA檢測 或者排序得到的訊息 所以暫時來說 可以了解的病 或者知道的東西 是相對很少的 其實做任何的基因檢測之前 都應該先資訊醫務人員 那麼多癌症 就不是所有癌症 都會有那個基因測試 如果報告回來 叫做positive 其實就不是等於 那個健康的人士 一定會生癌症的 只不過你患癌的風險 究竟有多高 如果報告回來 你是一個陰性 其實也不是等於 你一定不會生癌 因為其實生癌的原因 可以有很多其他因素影響 一般來說 醫生只會建議 有強勁家族史的人士 做基因檢測 譬如父親或者母親一方 有三位親戚患上同類的癌症 或者有兩位親戚 在年輕時患癌 又或者有一位親戚患上兩種癌症 因為後續可以有很多可能性 你可能是 變成你需要定期去做一個檢查 去及早發現了它 立即處理它 譬如乳癌 檢查就是每月的自我檢查 另外 譬如一些超聲波 或者X光造影 譬如正常來說 可能是40歲以後才做 如果你有驚測試 可能你提早10年 25年開始會做 甚至去到比較極端的方法 例如美國某個明星 Angelina Jolie 其實就是把手術 把器官切除了 這個就可以減低患癌的風險 但是心理上壓力其實是很大的 在癌症醫學上面 基因檢測的主要用途 是幫醫生找出治療方法 基因檢測的發展 甚至是一個病人 我不需要理會他的源頭在哪裡 譬如說肺癌 我們會找個病人 有沒有基因特變 因為有很多肺癌的病人 都有標靶藥物可以用 譬如說最常見的例子 是會EGFR、ALK 其實背後的成因是怎樣來呢 跟遺傳有沒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其實我們不知道 值得一提的是 美國早在2008年 訂立反基因資料歧視法 禁止保險公司和僱主 用一些預測性的基因檢測結果 去調整保肺和作聘用的決定 加拿大、歐洲都有相關的法例 香港目前就只有殘疾歧視條例 以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在未有直接法例保障之下 別以為基因檢測產品 只是用幾千元去滿足好奇心 做還是不做 都應該先問一下專業人士的意見 中風保護傘 全面抵擋心血管危機 醫生專家教你識別老中風先兆 急救導師教你中風口訣 譚笑容兵 來貨專科醫生否釋中風藥物治療需知 中意推薦7款預防中風湯水查療 日常按壓保健月位疏通經絡 物理治療師示範 調住做康復訓練 一書囊括、預防、診治 以及復原三個階段的中風知識